首先呢,老師您剛進來之後是在訊息這裡 您可以按一下旁邊這個叫任務 任務,您就會看到我們這個資訊素養裡面有幾個資料跟老師稍微分享 那第一個呢,就是剛好應該是去年底吧 Facebook之後那個各自外洩的問題 所以您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你點進來之後呢,他會開這個 那你就可以進到部落格的文章 我先問一下,老師有沒有下載過Facebook資料付款 沒有喔,你都 你都不知道你裡面到底認識多少朋友 跟哪些朋友有互動過,跟哪些社團有互動過 你傳過哪些照片,看過哪些,講過哪些話 都還記得嗎 沒關係,你不記得,他記得 所以其實,因為他之前有這個資安的風險 所以其實我也蠻建議老師您可以下載下來看 也許你看了之後,有的還會嚇一跳 這個也有在裡面 那這個呢,他之前那個問題就是在什麼 就是廣告嘛 有廣告商是可以取得什麼 你的個資啊 好,可以取得你的個資 那這個裡面呢,如果你想要清楚了解一下 你就去看看這些 好,看看這些文章,他就有報導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說 欸,那到底你在Facebook上 留過什麼樣的資料 做過哪些互動 你可以從這樣的方式下載 這個三角形按下去有一個設定 好,你就可以找到 下載一份你的副本 欸,下載一份你的副本 那,他可能需要一點點時間 好,需要一點點時間 尤其你在上面活動比較久的話 資料比較多,他需要整理一下 好,需要整理一下 好,那麼 但是呢,他好的會有一個email通知你 好,會有一個email通知你 好,會有一個email通知你 好,你看喔,有沒有 他告訴你說 如果是第一次申請 他需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他好的 他也會主動通知你 好,也會主動依封信件便宜 那,準備好了之後 你的那個網址就在下面 好,你的網址就在下面 但他有告訴你喔 你這個文章不要外流 因為,你可以下載 DNA可以下載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呢,這個是要留意一下 那麼,他 這個副本裡面啊 其實就是一個網頁的檔案 就是一個網頁檔案 所以你解壓說之後 就像這樣子 好,解壓說之後 就有這些檔案 你只要執行這個網頁程式 你就會看到 喔,你的照片啊 基本資料啊 電話號碼啊 欸,老師 請問你Facebook上 你有沒有留電話號碼 你自己的喔 很多他現在會有兩階段 驗證會要求你 對不對 要傳送簡訊給你啊 這個,或者是E-mail都會通知你嗎 欸,你在哪個不熟悉的裝置登錄了 有沒有 齁,一樣的齁 那這邊比較沒有問題 你有曾經設為家人的啦 然後你的一些基本資料啦 工作場合啦 這是你之前有寫的 都會在裡面 再來比較可怕的是 你Facebook上的朋友 請問一下 你知道他的電話號碼嗎 很多是網友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他們家電話號碼 沒有啦 他的手機號碼 你就看一下你的聯絡資料 聯絡人後面都有號碼 你可以自己下來 下來看到 欸,喔原來 你的通訊錄在上面也有 哈哈 欸,這個是我們也蠻訝異的齁 欸,他這邊其實會顯示出來齁 所以你要以後忘記朋友的電話之後 來這邊找一找 哈哈哈 欸,會找到 那另外呢 你曾經怎麼樣 在你的動態時報上面 出現過的照片啊 影片啊 或者你曾經上傳的 通通都會在裡面 有沒有 左手邊就是他裡面的 幫你整理出來的 你現有的資料 還有一個 連你不想交的朋友的 也會出現在裡面 因為有些你是拒絕的嘛 對不對 呵呵 他要拒絕啊 因為你拒絕的 他下次就會記得啊 所以這裡面也有 欸 好,你拒絕的 他已經移除的朋友 什麼時候移除的 什麼時候拒絕的 他也都把你放在裡面 那你曾經跟人家講過的話 通通都在裡面 這就是訊息 好,所以你就點一下啊 哪一個帳號 然後點進去 就會看到那全部的 呵呵 就是你跟人家講過的 所有事情 欸,都會在裡面齁 所以 這個部分呢 就是 那個啊 那另外當然 你比較常上網的 所謂的IP啊 什麼時間進來的 哪一台電腦 哪一台行動裝置 上網的地點 通通都會抓到 所以Facebook知道這樣 也不算過分嗎 蛤 算 欸,我跟他說 Google更狠吧 你走到哪都跟到哪 你不要忘記你的定位 哈哈 你沒有發現 他一段時間就會寄給你 啊,你上個月去哪裡啊 哈哈 那你的路徑呢 哇 你不知道 網路上 沒有影視可以嗎 大家都公開了 公開只是代表說 你的資料公開也那一家公司啊 不是說 大家都知道 但是那個公司是知道的 齁 所以 資料 呵呵 越多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殊 就是這次的 那個 事件的主題 就是 哪些廣告組 曾經取得你的資料 因為有些 你有點過的 比如說你參加什麼心理測驗啊 點過那個廣告的啊 對 對 他有 取得你的一些 有沒有 這樣 有了解了吧 所以他的問題是出現在這邊 齁 問題是在這邊 所以 這樣 會以後就不用Facebook嗎 應該不會嗎 呵呵呵 你的Line 你的Facebook 你的路徑還不是繼續用 這樣了解啦 我只是讓你知道說 其實 他知道的比你還多一點點 搞不好你都忘記了 對 如果萬一你在這裡沒有看到 欸 我好像不曾點過這個 可能是你小朋友點的 呵呵呵呵 對不對 共用帳號啊 或者讓他使你的手機來點一點啊 你也忘記了 你可能也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樣 至少 總是有個資訊顯示在那裡 讓你知道說你曾經看過什麼 這樣有了解的 所以其實 你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自己下載一份 下來看看 看看能不能挖到寶 好不好